這些事情都是 因為它上面都有搭配一些亮面 我們想要換妳 換妳自強 妳要換妳自己 楊哥 我有問題 因為我有觀摩很多妳的彩妝影片 我跟妳講 很多女生都想化那種亮亮的妝 可是我們都化不好 都髒髒的 怎麼辦 我們需要跟大家講一下 妳們要化那種妝 是要看每個人的眼皮狀況 妳像Wish的這種眼皮狀況 它其實就是會變成就是髒髒 因為它眼則蓋下來就沒看過 因為妳眼皮過長 金瑪姐那種可以 我有割過 妳這也是還OK 還有一點 有那種 其實這邊最難化的眼皮 是柳燕老師 真的假的 我要看她的眼皮 真的耶 我已經曉得那個 真的有 妳還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很勉強 這要貼雙眼皮 但沒問題 我到時候可以幫妳搞定 妳 不是有 Ryann老師 妳以為我會Cue到妳 Ryann老師不會 妳不需要嗎 她很緊張 妳知道嗎 她很緊張 可以現在冒汗 我跟你講 我照我這種眼睛 我每個顏色 我在眼睛上面都會化 四個顏色 每一次我化濃妝的時候 先化一個底色 底色一定是選淡色的 妳的主題是要去哪裡 好顯色 沒有 我就會每天到處不濃跑 這樣都可以無所謂 她每天都要心情 外用妝 很顯色 妳看 我一穿上去就直接有顏色 妳先化眼窩 弟弟 我跟妳講 先上眼窩 大家 妳們知道嗎 化這種妝的時候 妳們一定要眼窩都帶到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樣化再上去怎麼辦 我跟你講 就成人眼窩給她塗滿就對了 然後呢 妳看 我隨便搭個顏色 把紅色放在後面 尾巴後面 這樣拉 這樣子把它混一混 混一混 後面會比較深 我再有個深色的 因為她暈的胃都會很精準 有沒有 妳看一下 我這邊有黑色 粉紅色 全部搭在一起 但是妳的黑色要記得 不要超過粉紅色 而且妳站的話怎麼可以那麼穩 因為我真是經過多年的訓練 妳有時候呢 我的妝大部分都撐到底 這裡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妳們畫眼影之前 妳們是不是都直接上了 都沒有畫任何的 Primer在前面 Primer是錯誤的 就是眼影霜 妳一定要前面要畫一些眼影膏 它會顯示 像這種打底膏 或是這種打底膏 就是我剛剛 妳知道等一下化妝給妳們看 所以我剛剛眼睛是 像上了一個白白的有沒有 對 妳們一定要先上這些東西 打底膏 打底膏放上去之後 然後再用一層那種蜜粉 不管如果沒有蜜粉的話 直接這種膚色的都可以 不要有珠光的 直接再蓋上去 像底膏蓋上那種 像蜜粉的感覺 像我們粉底感覺 蓋上去之後再上眼影 妳的顏色就會很顯色 而且不會容易糊掉 也不會這種眼睛一張開的時候 有粉卡在那個雙眼皮疊痕裡面 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 好 然後現在眼妝 我現在直接讓大家看 如何上亮粉 亮粉的上髮 我們都是用手指腹 指腹去點比較好 就是放在眼頭那邊 妳一定要放眼頭的 你看到眼頭是不是 不是 中間的 亮好亮 不是 感覺妳放在中間 就是眼頭 妳只能放眼頭 看它空白這邊有沒有 對 它近眼 近眼頭 這也是好好看喔 對啊 而且眼睛很漂亮 是不是 太亮了 唉唷 跟妳說啦 這些東西妳們真的 沒看過的東西太多了 唉唷 不是 我也是 妳可以放眼後 我也是 吃的東西太多了 我也是 吃的東西太多了 可以放眼球 就把眼球 然後就好了 把眼球 我也是 吃的東西太多了 也不是 就把眼球